Hello 各位 又是我聖母给足球贴屎的时间 这几条片给的屎都真的 山滑的屎 就不是一坨坨的屎 都叫中到 希望就继续中下去 最近就看到 那张清单里面 没有韩国球 即管就继续贴日本球 今场我就贴一下 我觉得挺好戏码的 就是大阪飞脚 对着横宾水手 今季呢 其实横宾水手的球 多数都好看 因为入球多 24场联赛就入50球 他们那两件 前面的巴西的外援 其实入球真的棒棒 所以就有他 那个赢面都大 但是作客对着飞脚 这一场其实飞得很厉害 飞脚的主场 其实就 排第四 如果整体的排名 横宾水手是排第六 但是我选择这场 除了是起码好之外 就是看到那个飞很厉害 竟然是作客的横宾水手 排名低两位 是要让评判的 刚刚也都查到 好像外面那些 的初盘 其实有些是平手 但是突然间 跌了变成 横宾水手 是要让飞 要让波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 不利的消息 在大阪飞脚那里 那里 飞脚当然都是有几名的 商兵 都是有些影响的 但是都应该 未至于 变成在主场那里 要受阳 我觉得飞数呢 其实都真的 挺厉害这个 横宾水手的 那个状态更加不应该是这个盘 因为主队飞脚近六场已经全胜 盘又全胜 反而排名低一点 这个水手 最近有少少是低潮期的 之前联赛杯 日联杯 输给帕尔索尔 亦都在联赛输给神户胜利船 他没有主队飞脚这个连胜走势 但是开这个盘出来 其实真的有些奇怪 我自己相信 其实横宾水手 你看回 刚才说的那些最重要会入球的人 都会在那里 加上这个奇怪的盘口 我就觉得应该的 妆应该是收到些风了 我就一于信回 这个横宾水手的 仰球客胜 另外都会买些球胆 既然两队球 特别是客队禁入球 买些2比3 又或者是1比2 买些球胆 总之客队赢球的 我觉得都可以二小博大 大家买一下 今场的心思 就是横宾水手 平半盘的 1.8倍的让球客 希望大家继续赢多些 下次见